2021年的纽约第43届国际艺术博览会 那么今天呢 基本上到了今天的午生 那么今天呢 由于这个疫情的关系 参加来这个参观的人并不是很多 每个人呢 又都要去戴口罩 因为纽约的疫情的防备呢 还是非常地很紧 所以呢 主委会这边呢 只要你进来参观的人 都要求走打疫苗卡 要从事ID来进来 那么参展商这次呢 准备的作品呢 真的是非常的好 每一个艺术家呢 都精心准备了自己的创作的作品 并且呢 这些大的专业呢 应该讲的是付费的价格 整个艺术家呢 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呢 也创作了很多的一些作品 并且每个作品呢 也都代表了不同司机 不同的艺术家 不同的经历 那么这次呢 相对来讲呢 画廊来参观的 或者艺术机构来参观的 那么都会受一定的限制 那么今天参加展会的呢 是更多几百位艺术家 也有几百位的这个参展的这个单位 那我们现在走到这个地方呢 是走到了亚洲艺术家协会 作为这次的参展的一个团队 那么也订了几个展会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我们从2017年 2018年 2019年 连续做了几次 参加这次博览会 是从19年 春季开始准备 本来是这次博览会呢 应该是2020年的4月下旬举办 因为疫情发生 咱们大家都知道 导致这个展期一再拖延 拖延到了2021年的10月底 10月28号到31号 这个展位呢 是美国亚洲艺术学会 和北京过云楼书院联合办的 这里有几位国内不明的画家 这是中国民族艺术学院 艺术系副教授傅外民的作品 它是这个 公笔画 你看这它这个字啊 毛笔字啊 写得非常的捐气 非常的漂亮 这科是 艺术博士 也是中央民族学院艺术博士 博士毕业 现在已经工作了 范珍的 范珍老师的作品 他是中国协议法 这幅作品是赵宗 是个艺术硕士毕业的学者 这是他的作品 这是写团的作品 他写团应该是傅老师的学生 这上面有详细介绍 这里的参展的艺术家 那么也有在美国本土的 那么也有这个国内的文化 画有写意还有这个 这个不同的 这是旅美画家 老艺术家 韩秀琪先生的 嗯 这两个作品 这两个都是 韩秀琪先生 显珍的作品 这两个是北京著名画家 江美艳 工敌重彩 矿物 燃料的这个作品 我们除了和北京过云楼 与这个我们亚洲艺术博会合作 还有另外一个合作方 这个展位是编号是319B 这全是旅美画家 旅美华裔画家 是美国亚洲艺术博会 与美国女神艺术博会 联媚组建的团队 展望女神 你介绍一下 你的作品 特例 OK 好 您好 我是黄念博 好 这些作品 是我 尝试用油画作品 来完成我自己的设计的 地图吧 我的设计构思 主要是想 用不止的材料 创造出非常美丽的 有立体效果的 例如说有一些机体效果 一些特殊的一种感觉 从自己的背景这个角度 从一亥语中说感觉 能够给带到一种美的 一种快想的原因 像对比一样 让我订了很多的蓝色的基调 在这里又提出了很宣 但其实是顺利多彩那种 都好是一个对比 那我在用材料的时候 我也是在想着怎么样去突破 比如说我用了很多 不一样的材料 非油和清合性 它就把握了我们以前的那种 传统的那种关键 OK 我用了很多像 像西魂加 还有斯瓦斯费斯道 这段用了很多斯瓦斯费斯道 那除此之外呢 还用了Bolding sauce 那就是说 我希望呢就是用这个 各种技巧吧 像水彩化的技巧 油画的技巧 还有呢 就是说用到Prinfaking的技巧 就是在这场上 我希望有一个读获 除此之外 我要在整个service上 处理风格 以及整个表现的这个情绪 包括用门 像这种这种 有节奏 有韵律的这种 这种形式呢 我希望能够实现 我自己的一种 一种变化和让往吧 所以说 这是我在观察的时候 希望能达到自己 一种有自己 符号的一种表现的一种方式 你看有的时候 我会从春天 刮各种的刮海洋 各种各样的联想 用到了很多的联想 线条的组织 来点界面 有情绪的那些图号的形式 丰富的把这些整个 图层的建筑 和谐的 并且有变化的 并且有变化的 并且有效果 Glass Beads 什么 这种 这种 没品的技巧 这里 我们就涉及到 这个比较多 像Sequence 还有 还有这个小 Swasi Crystal 还有Glass Beads 我这主要是 通过这个材料的不同 跟牛款的结合 我觉得它们很有趣 而且很深入 能带到一种 能平面当立体的 他们想象的空间 那就比较 我是比较很exciting 他们自己的作品 有新的一种 强词性的 那这个呢 我主要就是 要把这个前面 把它表现出完 从下这个作品 就是感觉 我觉得是 宽水 你学不及 这么一种感觉 运气的弦念 我就在这里边 追求更多的 一个透明 所以 是一般的 意气 是这个角度 我们用嘴 表面的身份 是我的 我就是考虑 平身 放弃 有种式的量 它 有一种 一种弦念 在这里 主要还是追求 一种自己的 一种喜好 每个艺术家 作为这次 参长的一些作品 大家都精心的去创作 然后又更多的一些创意 更新的一些形式 各种表现的形式 都是凝聚到艺术家 整个半生 或者一生的 这样的智慧来完成 所以最后也预祝您 这次展览 去到圆满的成功 更多的艺术家 为整个社会 提供很多美的一些作品 在这里感谢 是一位艺术家 好 我们再开一看 这个 各种对面呢 还有这个不同的作品 因为这次的 餐长的 掌位呢 主团呢 有三十多位 这个艺术家主团 那么 还是请考主题 来介绍一下 具体的一些 掌位的一些布局 还有名字等等 这是我的合作伙伴 美国女神艺术博物馆馆 顾名艺术家 还能着击 您好 这个展外整个是我们 这个亚洲艺术团队的展外 这里是展的这些 那个艺术家呢 包括这个 是美国海湾的艺术家 协助理 户里的 户里的 这边呢 其实也是 超像艺术家的 叫做 是 防御艺术家 还有最海 上面是加拿大著名的藝術家徐明的《天山之歌》 畫了這個大起東國的《天山之歌》 然後裡面就是我們這些亞洲藝術家草醉的作品 從這邊我們藝術家最佳的作品 是一個傳統的藝術院 這邊是年輕的藝術家 陳中雀的作品是現代抽象藝術的 這是小石西美的作品 是日本早期的這個故事會的這個效果 就叫我們效果的圖畫 他把故事會版畫的效果的圖畫下來 這一個是任藝術家的張文貴先生的圖畫 特別是這邊還有一個藝術家葉倩女士的 這是葉倩女士的抽象藝術作品 青年藝術家 大家好 來請介紹一下你的作品 這作品叫Spray 春間 也可以解釋成為春泉 然後主要是介紹一個 他的生命中的一個transformation 下面那個是體力為生命 男生都會有幸福的時候 然後生命不想到營養會轉好 然後我們這邊還有這個是著名藝術家 梅林先生的超寫實 超寫實這個藝術作品 看他畫的這個鐘錶 而且不遜色於冷君的著名寫實 更加冷君的作品 很多剛才的很多的這個 和美國的這些畫的那些人家們 還創作了一些低流 他們都過來看 然後覺得簡直是奇的 畫得很快 超寫實 後面這邊呢是那個 是榮治桑女士的這個畫 在下面這些呢 這個配備呢是 住民一家那個 查爾斯彭彭查理先生的 金融符號的這個作品 今天早上大家還沒在 給解釋這個他的作品 是和金融的這個 和這個直接的關係 那這面呢是王大仲寫實 就是金融符號的這個作品 就是比較超像的 還有這個 那個 孫力達先生的 他對他對這個 美國的馬克 就跟著 這美國的這些 英雄人物 創作了這個 英雄的肖像 下面呢 這是那個 陳東皇的 他的做的這個 用電導做的這種 藝術 藝術會話 他給他和他的 哥哥 雙胞胎 給美國的 好萊塢那邊 做了好多的 文書設計 然後 這六幅小畫 是杭州女畫家 陳桂綠的作品 都是油畫 一個組 上面這次 是那個 著名詩人 也是油畫家 黃翔先生 這個 書法 書道 和這個 水魔會話 融合在了一起 然後 在這邊呢 是我們的 台灣藝術家 的 籌像作品 這台灣藝術家的名字是 王英春 王英春 是 籌像藝術 這邊的 燕尼老師的 抽象筆書 還有下面的 這是 批分命運 珠王 的 這個 還有 我們 佛教的 助詞 你好 紀明和尚 紀明和尚 的 這個 這個是我們青年藝術家 這個 蔡晨霖先生 他自己來講 來介紹你的作品 我的作品就是用西方的一種的筆術表達形式 然後去傳遞東方的意向 這個作品裡面呢 我用了400多張X光片 將它進行重新的掃描 進行拼貼重組 然後呢 將人體的X光片的局部 重組成我們那個 冠寬的西山行李圖 另外這件作品呢 是將油畫的材質 畫在透明的光滑的表面 讓它的顏色本身進行一個融合分解 控制它們形狀來形成顯微淨加細胞的效果 然後呢 作品的基本的概念 就是將非觀的形象 與宏觀的意象 進行一個結合 今天呢 我們來到這個 紐約的國際藝術博覽會 參加這個展覽 我的這個 大的這個作品呢 是四年前的創作 2019年呢 今天在 美國會選擇 紐約是所有的管制 這幅作品呢 是 美國的在線 紐約的 紐約的 情景 這幅作品的人物眾多 而且呢 是把美國的 紐約的過去的油畫 又給它做了重新的創作 然後情景呢 還是 按照過去的 維花燈幕的那批人物 然後呢 改到現在呢 就是我們這些朋友們的面子 然後這個呢 就是反映了美國 當時 紐約花燈案的這些 紐約人 對印第安人 對他們的幫助呢 表示感謝 那時候呢 這個場景呢 我們本身 現在用佛化的形式在線 好 他的藝術家呢 他 這個 這幅作品呢 非常的巨大 他到高度呢 差不多有兩米五左右 那麼長度呢 差不多有 接近六米左右 所以這麼大的一幅 巨大的 油畫的創作呢 真的要耗費很多 藝術家的方方面面的一些知識 對歷史的瞭解 對人物的把握 光線的把握 那我呢 也是 80年代 中央美術家的 也是學油畫 深知到油畫 創作它的難度 好 那麼這幅畫呢 真的呢 有它的史學家 有對美國歷史的一個記載 也有對美國印第安嚴 還有包括後來 美國是一個大融入的這樣的一個民族 所以在這個民族當中呢 總是發展起來 真的融會世界各地的各個方面的人才 那麼他們在起初的時候也是非常的友好 那麼感恩節呢 其中也是一個重要的美國的一個節日之一 藝術家用很多的心血把它刻離刻畫的雲林世界 每個人的把握掌握得非常非常地好 無論從光線 從每一個人物的比例和表情 真的是清除了藝術家所有的心 一幅好的作品誕生 真的是來之不易 好 那麼我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謝 每一位藝術家多年創作的心血 也都為這次裸展 能夠天光天彩 那麼整個主委會的整個囚犯過程當中呢 又趕上是疫情 那麼陶主席呢 還有艾倫這個大藝術家呢 我們我們的這個大師級的這個藝術家呢 真的是出現這麼多好的作品 非常非常的難得 好 那麼針對這個玉柱 還能這個大師 將來會有更多更多的藝術作品 能夠呈現在我們每個人的展前 那麼裡面還有艾倫這個導師更加精采的作品 還在裡面 好 跟艾倫倫說 校長不愧為是藝術教育家 我就覺得她說的非常精采 而且她裡面凝裂 真棒 馬上要過感恩節了 正好這幅畫也非常的合適 好 下面記性的教育網 也是近幾近十年左右來創作 上面是馬力聯盟錄的一幅 這個圓畫 上面畫的它的圓畫 然後是 標題是錯 大家就可以理解 下面這幅呢是 中國的這些 出頭之路反彈提發 所以說思路跟五 是中國傳統的 然後這邊呢有一幾個是抽象藝術 也是我近十年嘗試的 因為一直做傳統的這幅畫 近十來年呢覺得做一點抽象藝術 也覺得蠻有意思的 下面這幅呢 你看這個屏幕叫做智慧你在哪裡呢 這是美國的四位總統 這四位總統呢就是說在尋找智慧 從哪裡尋找呢 這是我們的 這是美國的科學家 也是美國的政治家 本齊名 Franklin 所以說他呢是最智慧的人 所以說從他的這個腦子裡頭挖智慧 快挖出來了 下面這邊被送的 是我們是2019年的時候做的一個記憶的符號 記憶的符號呢 也是大家能看到這是一個生命的符號 然後整個生命的這個大家懂得了 然後整個生命的誕生 最生命的這些經歷 這些都能看到這個時間 對於這個生命的這個符號 上面兩部的是那個 我是背對反綁的這個圓畫 主要是呢就是說現在呢 人類對海洋生物的威脅 最特別是對這些海洋生物的 造成了很多的死亡 所以說呢他們恐懼 然後呢生命變異 所以說呢你看看這個 有的長出了腳 長出了死亡 所以說我們要生存怎麼辦呢 生命就是這樣 他們變異了之後才能生存 那麼阿倫大師呢真的 他不但能畫歷史作品 那麼他的思維和創作 那麼更有大的題材 在這裡面都能展現 那首先呢人類的環保 人類的環保 那這本身就是一個大的一個創作主題 這些主題都是關於人類重大的一些特定 能夠用藝術作品把它反映出來 在這樣的眾多的藝術家當中 這樣是很難能夠做到這一點 在創意上那也是 採取了很多的多樣的形式來表現 不但能夠畫歷史抵台大型巨作 並且在環保方面也有新的一些創意 現在屬生人類的災難也非常的多 那麼各種動物的變異也是從中不窮 比如說轉基因的產生 或者是在應用 那麼對人類對動物對所有的生物 反映更大的一個迫害 那麼藝術家能夠 認識到這一點 尤其是用自己的藝術作品 呼喚人類整個來保護我們的地球 保護我們的家園 那麼布蘭特林呢就是這樣 是美國著名的真的是智慧的大師 那麼他也對美國的貢獻非常非常的大 還有免費的這個圖書館 包括等等這些都是這個智慧的一種結晶 那所有的總統們也在學習這些智慧 那我們所有的人類的一些 這個想進步想要有更大的發展 那麼真的要學習前人 並且要以他們為榜樣 和藝術家用藝術規劃的語言 展現了自己豐富的想像力 真的這部畫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創意的作品 在美國就是這樣 無限的創意產生更多的作品 對人類做的貢獻更大 美國就是一個不但傳承還要創新 是這樣的一個大國 他的大國的崛起 跟他的藝術跟他的文化是不可分割的 那麼跟他科學也是不可分別的 那跟眾多的藝術家 他的作品已經對社會的影響 也是不可分別的 非常棒的一種作品 好 繼續完結 其實我呢 從事藝術已經五十多年了 這幾個日本風情呢 這是二十多年前 我在日本的時候呢 當時畫的 我是在日本京都造型藝術大學 後來呢 再早到年大學讀博士 所以說是文學美術史專業 學的這些藝術最後到美國來了 在美國呢 可以說就是說 用藝術做了一些創作的一些作品 對社會我覺得還是做了一點 自己覺得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我覺得還是自己很驕傲的 這幾部日本風情是 當時我當時1996年畫 你現在二十多年了 但是我覺得 由到現在 我覺得還是自己不想賣 所以說留下來之後 我覺得還是自己都是經驗吧 自己都是經驗吧 這幾把真的創作出好 這幾個 слов 一年 Gods wil 美国的这个领袖,领袖人员,所以说在费城,他们在费城,就觉得费城人对他的怀念,所以说我每次美国独立日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喜欢他的油画,所以说我们当时创作了一个费城的几个美国,下面是独立工师,下面还有一个费城市政的建筑, 整个就是费城的街道,下面这两次是我来美国20多年了,然后在美国罗丹国际艺术家基金会,我现在是美国罗丹国际艺术家基金会的副秘书长,但是罗丹基金会他们接了很多国家的大的艺术项目,我是他们的千军艺术家, 所以说他们的艺术项目,也是我完成的其中一部分,这第一副是交至华盛顿做河,当时做德罗瓦河,圣诞夜的时候,一定美国另一个月吧,所以说当时从游戏到了冰州,过这条河,所以说这个河非常有经典意义,当时就跟他们创作了一条, 等于是按照美国的一个1851年的一个文化,特朗普把这个平面的作品,文化作品,变成了立体的标签,下面这一副是美国的独立宣言的签名的场景,这里头呢有,呃, 和杰克森呢,有这个本杰明,Franklin,但是这里头没有这个交至华盛顿,交至华盛顿当时呢,去指挥美国的南北战工区,所以说,美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呢,他们的新建筑呢,要放这两个作品, 就把,就把,选了这个交至华盛顿的铺合,放在一起了,这样就有,华盛顿有这些伟大的兴趣呢, 然后我还创作了这一副呢,本身也是,也是根据美国的油画,这个交至华盛顿铺合,它带的这些,呃,美国那些,呃,士兵, 我把这些事兵呢,变成了美国现在的这个,这个世界,这几个这几个中国的,優惠国司纪的这些总统的, если có thể看到,这是ad una,就是你知道只要,这是Aufama, 这是,小布什,老布什,德的华盛顿,check Blinken, 就是克林顿, diesemEdson Haw mới,Jeffson, 这是林肯 尼克松 里根 这是米卡特这些美国总统们都在这一条船上 这个题目呢就叫你们将把美国带向何方 所以说我们期待着美国真的是有一个黎明的前头吧 所以说我画这幅游画之后呢这个美国的那个鱼桑尼博物馆对它非常有兴趣 现在也正在计划是从就是什么时间找一个合适的时间把它做一个交接 这幅呢是我创作这个大型雕塑之前做的小稿 这是小的模型 还是这个交之法深圳住合的Washington-Jorstein的专业 所以说这次展览呢我带来了这一部分作品 然后呢我也希望这个很多的这些艺术家 还有一些来听啊还有一些这些艺术爱好者呢能对我的作品呢 就说产生不明 大家呢就喜欢 所以说我也希望这次展览会能够真的是我们艺术家的展览会能够成功吧 好那么艾伦大师他不但是废话大师 我看在创意上呢也成为创意大师 好那么他受到的这个东西方的文化呢都非常的大 好那么首先呢从留学这一块对日本的这个文化和日本的艺术 都有花了大量的时间 然后用大量的精力 把自己的作品呢能够说生活当中的演变成自己的作品 用油画画出日本的工程 好那么用油画画出这个美国总统和在建国初期的这个城市能够集合在一起 所以创意大师我看非常的不过分 好那么还有一个制画像 那么关于艺术家做制画像非常的多 很多很多艺术家都做过制画像 好那么繁高画等等都有过制画像 那么用日本风情用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展现自己姐妹的这样 我还是好意思看到 所以真的在创意上真的是一线 那么关于壁画 壁画那么也有很多种 那么我在中央美院毕业之后呢就在中央美院的工程公司 那么对壁画和胡椒呢不陌生 真的这么高的难度 尤其在美国来制作这些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易 那么因为有很多的制作工艺 很多的一些制作手法 可能都有所不懂 这个尤其做历史题材 这种历史题材这样的艺术家 作为创作的一个源泉 或者是它的一个辅助 真的很多方面呢都能够得到历史的所记载 那这些大型的博物馆 大型的艺术馆 那么收藏很多艾伦导师的一些作品 尤其做了很多很多的工艺 那么在这方面呢真的 艺术家把很多的精力都放在这上 那么艾伦导师的作品呢 也是价格不菲 那么在这个展会当中呢 也标出35万米公左右 那么也有很多的作品呢 真的是难以达到这样的一个高度 那么艾伦导师也在介绍一下 历史博物馆或者是历史博物馆的一些作品的收藏情况 谢谢谢谢 您说的非常精彩 其实这两幅作品呢 只是我当时创作的这个小稿 就是这个 我这小稿中稿 最后有一个大稿放大的 最后做好了之后呢 就是放在美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 新建的一个建筑的两侧 它这个建筑呢是这个 不好意思 这是美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建筑 但是从这看的就是这两个是我的这一个雕塑 雕塑 但是人在前面照的时候呢就这种效果 非常棒 真的艾伦导师的那作品呢 能够被国家级的博物馆或者是历史博物馆所收藏 这是作为每一个艺术家梦寐以求的一个目标 那么通过这个艾伦老师的多年的努力和作品的感染力 终于被美国的各大艺术博物馆所应可 那这样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那么艺术作品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平台 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历史的 有纪念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展出 真的给你们会带来更多更多的一些回忆 记录了美国当时的建国 从华盛顿将军到华盛顿我们的国府 那整个发展的一个地上呢 真的给你们这个这样的去一个历史性的一个通过绘画来完成 非常非常的难得 那么我们最后呢 能预祝华盛顿老师这次能在艺术博物馆上 出了更好的成绩 通过艺术作品 结交更多的一些艺术机构 那么作品呢 就能够得到广泛的去渡船 那还有我们的曹主席 为这次博物馆会呢 搭建更多的一些平台 这些的平台呢 给艺术家提供了很多很多的一个机会 尤其在这个疫情期间 很多的艺术家 中国的艺术家 有了没有机会来美国 甚至说不能参加一次的艺术博物馆会 那么我们再次呢 做一些报道 也先把这个艺术博物馆会介绍了一下 那么在下届的艺术博物馆会呢 我们还会有机会参加 很多艺术家学会主办的参长的展团 那么也有机会参加更多的 艺术家的一些大的展览 那么安能导师在前一段时间做这个大师 大师同行 那个画展做的水平非常非常的高 真的是记录了国内的著名的艺术家 目前知道的所有中外华裔当中做的艺术家 那我们再次来给两位这个点个站 好那么我们现在走到了这个华林华侨这个展团当中呢 那么我们进入到这里的一个展厅 这个展厅呢就是旁边站的呢 这是皮布尼女士 皮布尼女士呢在领约会画也是非常的卓越 有很多新鲜的设厂 还有很多的内涵 那么我们请提供您介绍一下这个作品 这个作品是什么时间创作的 啊这部作品是在今年疫情期间 啊在家里大家都能去 所以啊要对你 然后就想着一些美好的事物 看着自己家里超外的情景 让自己有一些生气 所以唱歌 希望每一个人就是从这个疫情期间能走出来 想一想唱完美丽的事物 我觉得不要太阴问就不用 哦作为一个艺术家呢 他的生活的情绪乐观的这样的一个思想 非常的重要 哦保持着一种创作的这样的一种 饱满的一种激情非常的重要 哦无论是在逆境还是在疫情期间 啊能有这么好的心情 对生活充满到永远的希望 导致是非常难以为 啊一直加呢可以讲 在这个整个生活的感情方面还是想得看 真的是在这一点呢 是用下特定的一种乐观的一样的一个精神 啊那看到穿了几个美好的这个几个社 然后用这么压力的色彩把它表现得明映之下 这里面呢也有这个 呃大师典载派呢 编了一些可信手法啊 那么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呢 他用了多长的时间把它完成啊 哦这幅画啊 前后差不多有六成 就是因为是油画在椅子上面画的 所以要等它干 然后才一层一层的上 前后差不多两半月一个时间 哦这个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哈 那一个艺术家呢 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啊 包括这个金钱呢啊 包括一些这个工作方面的一些业余时间 全部都要牺牲掉啊 那这边也是艺术家的艺术追求 一种奉献 那么我记得应该是您参加很多次的 这个纽约国际艺术博览会 那么这届呢 应该是第十三届 那么之前呢 您也参加过 那您也谈一谈这届 跟上几届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 哦 上几届我觉得地方应该更大 更多一点 然后更因此男士们 我认为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比 其实亚洲会来参加 然后参加参观的人也会比一点 今天因为确实是疫情的原因 所以说 因此男士们过来的少一点 还会露出美国本土的艺术家 和一些纽约本地的 艺术爱好者的画廊啊 一些媒体啊 过来采访啊 对 前几届呢 跟这一届肯定会有所不同 因为今年呢 是疫情的关系 呃 持续到今年差不多逐渐 有两年的时间 呃 这两年时间呢 变化很大 呃 记得原来的艺术华 海呢 它的下游来的 可乐量 和画廊 以及脊弱 都比较多 呃 那么今年呢 可能受一些 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呢 还是 呃 总体来讲呢 还是非常的乐观 非常的好转 大家呢 在防御方面呢 也有很多这些 尼连奥博和头耳的 都还是将着法官 这样对于我们今后的生活呢 也会有更好的一个保障 那针对艺术家来讲呢 也是会更加增加 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性 这种新的创作性呢 也会增加了更多那些创作的内容 啊 这些内容呢 也就是 呃 创作出来 给人们带来很多那些快 啊 那么也祝福每一个艺术家 在今后的创作道路上呢 越走越宽 啊 啊那么也知道 有名的作品 这些实践也开始被市场可硬着 啊那么很多的热品 也已经都销售的排斥很好 那么画廊和艺术品市场 都是前线之上 这个是离不开的 尤其能够参加 世界级顶级的这种 艺术大展 非常的有利益 啊 那首先呢 就 架起了一个小两 跟这个所有的收藏者 还有机构呢 能直接见面 啊 这样的见面 非常非常必要 啊 也感谢主委会提供这么好的平台啊 让我们能够在 格级以及大展上 能够让我们展露头角 普通的热品 展示给四连 好 在此 非常的感谢 画家能够画这么好的作品 能够参与这么高级别的展览啊 也祝福你的作品 越画越好 将来走向更大的市场啊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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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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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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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